那刚才我们其实有看到 就是柴油车引擎为了要通过环保的法规 所以可能会加装了一些 像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滤清器 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很多汽油车款也慢慢加入所谓的滤清器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碳的排放量 透过这样的滤清器 可以让它的排放量可以降低很多 是不是罗哥 对 因为其实汽油的微粒已经很小了 那一般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空气中可以看到的那个PM10或PM2.5 就会让你的整个城市看起来这样子灰灰的 然后建筑物变得很有层次感 因为后面的两三栋就看不见了 但是以汽油来讲 它本来的这种碳微粒就比柴油要轻很多 但是因为欧盟六期一规定出来 你必须要再消灭大概90%以上的这种碳微粒 所以汽油车渐渐的也必须 像福斯的车系 先前的柴油门事件让他们变成必须很早就开始 因应这个汽油引擎 也必须要加入所谓的这个DPF GPF G是gasoline D是desail 是柴油 所以它大概原理也是类似 也是它仍然是在排气管之内 它大概在触媒的附近 但是它也是 它就不是完全是触媒 那当然也是有做一些 能够过滤或者是消除 是这种大概只有0.1个这种PM的这种碳微粒 所以这已经是小到有点不可思议了 对啊 对 但是因为现在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 对 这个我想也是必要之二 那但是如果你汽油车弄到这样 我跟你讲 柴油就更难达到 所以这个当然你法规都是这样制定了 我们也都希望走在路上 或是你骑小梅扬 跟在车子后面 不要闻到任何的臭味是最好的 那当然会这样制定表示说 其实已经有因应的技术了 那有技术出来 那我相信逐渐地把它普及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啊 就是很多的用路人 大部分还是使用这个汽油的车款 可是其实现在选择柴油车款的人 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说 以前我们都常常用的 在台湾嘛 常常用的是汽油车款 我们会比较知道说 购入一台汽油车款的话 我在养护成本上面 大概我要抓多少 可是在柴油车款上面呢 毕竟呢 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 那爱达你本身 你也购入了那个E-Class 长期来做测试嘛 而且它也是柴油的车型嘛 那到底说在这个测试的当中呢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柴油车呢 维护起来 养护成本大概是多少 是 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公司有一辆这个 买了一辆W213的 1220D的柴油车 来作为主管配车 那这两年多行驶也四万八千多公里 那这个列出来的是一个所谓的 最基本的定期小保养 现在宾市的这个车子分为 A跟B的这个小保养 还有大保养的部分 那这是最基础的一个 这个小保养A的一个工资 那这些价钱呢 其实因为现在是公平交易法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宾市场的价格 会有一点点的落差 可能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不等的一个落差 每一个单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总计的部分 这一次的小保养是9342块 那我们应该把它拆成两个项目来看 也就是说 我另外还有一台C250的汽油车 我每次的保养 大概是将近八千块钱的一个 这个保养费用 可是其实保养内容是一样的 小保养A 然后原厂的机油 机油的滤芯 以及这个螺旋塞这些东西 那其实在这里面 为什么柴油车的保养费 稍微高了一点点 其实因为它加了什么 尿素添加工资 就是罗哥说的开评费 那还有尿素 944块 尿素呢 其实不是定期保养一个固定的项目 它是属于消耗型的 它跟汽油一样 没有了你就要加 或是柴油 没有了你就要加 只是刚好我们在进行小保养的时候 这个尿素已经 低于这个 濒临这个低值了 所以原厂建议我们直接添加尿素 那添加尿素这边就多了1200多块钱的一个费用 所以如果以9300块减掉1200块的话 大概是8100块钱左右 跟这个汽油车的7800多块钱 大概差了300块钱 贵了300块钱左右 但是这只是以一个基础小保养来说 但是关于其他大项的保养呢 还是会有分别的 第一个柴油车呢 它并没有火星塞 我们知道柴油车的这个燃烧爆 燃烧不是靠火星塞来点燃的 它是靠压缩高压 然后让这个气体跟汽油混合的油气 自燃的一个状况 所以柴油车的保养会少什么 少了火星塞这一项耗材 你不要小看火星塞 如果以像这种四缸车来说 去原厂保养一颗火星塞 也要要价你400块600块 其实而且在2万公里 4万公里的定期更换的状况之下 其实它也是一个费用 可是柴油车除了少了火星塞 比汽油车便宜一点点之外 它长期下来 它又多了所谓的柴油滤清器 那个关系卡其实又不便宜 跟汽油滤清器 它的一个更换的时程跟里程来讲的话 柴油的滤清器的更换 它比汽油车的更换 还要再短一点点 再加上我们讲 柴油是利用高压泵补 去把这个汽油打进去 当然现在刚内直喷的车 也是所谓的高压汽油泵补 但是柴油的高压汽油泵补 柴油泵补的价格 稍微也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等于说是它在日后两户成本上面 也会相对比汽油还要高的意思 就是总结 那中间有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这个尿素 其实在这个小保障上面 多了就是尿素嘛 那尿素一般是通常是 大概多少公里要换 它用这样的计算方式吗 其实尿素呢是混合进去 它的那个尿素的加油口 就在加柴油口的旁边 它就可以加尿素 那加进去呢 尿素是要降低我们这个排放的 这个碳粒子的污染源嘛 那当然每一台车的使用状况都不太一样 像我们这一台车呢 因为它跑的是高速公路比较多 所以它其实尿素的消耗量比较少 那今天我有车友 他们就都在台北市开车 带小孩的用车 都在台北市开车 然后也没上高速公路 它的尿素消耗量非常的快 大概3500公里 曾经有遇过的车子 是3500公里的 把整个尿素消耗完毕了 这也有遇过这样 那我们则是15000公里 才进行的第一次的尿素添加 所以这个跟使用状况 会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你的这个柴油车 你要行驶高速公路 你的这个碳排放才会比较低嘛 它会这个DPF的过滤效能 才会好嘛 那在过滤效能好的状况之下 它使用的尿素就少 可是如果你在市区 走友停停 然后一路在那个地方 怠速温度很高 它为了降低它的污染排号 它就必须靠很多的尿素 一直去混合 一直去中和 一直去补充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影响 整个尿素的这个使用量 这个东西呢就等同于什么 它是不是定期保养的项目 它等同于你每公里行驶里程 必须得要负担的成本 跟消耗汽油 跟消耗柴油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要选择柴油车款 还是汽油车款 有一些迷思呢 我们就稍微为大家 理清了一下 不过讲到这个宾室的保养啊 我们就会想到说 虽然我们知道中间的养护成本啊 对于这一台车 我要怎么样养它 然后维修成本大概有多少 我们可以估算出来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 当你要把车卖掉的时候 这时候二手价就很重要了 我们要请黄总帮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如果以双逼的车型来说呢 如果说是同样的年份啦 甚至于就是同样的车款 可是呢 一个是汽油的车款 然后一个是柴油的车款 他们在二手的表现上面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来看 市场上双逼来讲 还是以汽油为主导 柴油的比例还是没那么高 这个我们就不谈别的 光价格上也就是汽油需求量大 自然它的汽油价格也本来就比较高 那当然另外一个 在新车的定价上面 这几年的双逼的柴油车 都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我们再回顾到中古车来讲 以520来讲 它有D跟I 520D的话 假设这个年份的车 如果是这个可以估80万的话 那柴油款的可能就变成是75或70 会降的5到10万来估 同样销售也是一样 我们回过头来 刚刚爱大有提到 刚刚那个是不是有尿素桶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DPF EGR 这都是消耗品 所以在评估二手车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如果里程数很低的话 基本上就照我刚刚的评估 但是如果柴油车超过10万公里 对不起 就有点像油电混用车 超过10万公里 我会把电瓶 或是刚刚那些消耗品 尤其刚刚没有讲到一件事 它还有尿素桶 这尿素桶一个就是五六万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有很多人第一次去添加尿素的时候 自己来添加错了位置 所以请有使用柴油车 第一次添加 一定要直接询问师傅 知道位置再自己添加 否则请给专业添加 因为B&N道就发生过很多这个状况 一修十几万 在我们的保充厂也出现过好多次 所以要特别提醒 那就回过头来 其实任何中股车的交易或价格 都很科学的 把这些东西评估起来以后 就大概知道说 为什么柴油的中股价会稍微略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